字幕志愿者 祝您们 大家好 我是TTV The Gozaimasu 大家好 我是CW 今次就见到了 今次就是 顶本司弊的暴风高达Bus the Gundam 那麽根本呢 那麽大家見到啦 這一隻呢 就是幾十年前的一隻 Robot 雲的Buster Gundam 那這一隻呢 就是新版本的Buster Gundam 那麽我今次呢就會 拆開兩隻出來看看 那麽究竟 兩隻的分別在哪裏 那麽廢話不多說了 我們快點去砌槍先啦 那麽見到啦 舊版的這隻Buster Gundam 的出餐日期已經是2012年了 那麽已經是十幾年之後了 在 Japan 這麽組成一隻 組成一隻 我们很快就开了一只新版和旧版出来 在我现在这一边,就是这一只新版的暴风高达 接着,在我右手边的这一只,就是旧版的暴风高达 外形方面,新版的外形好像比例会做得比较好一点 这个旧版的头部就略大了一点点 但应该直接说,新版就会比较小一点 新版就会比较好一点 就这样看见,两个头部 其实也是差不多 这些新版的红色就会比较鲜一点 旧版的这一只红色就会比较有橙色的一点 而且旧版的油油方面的技术 的确是比较差一点点 你看到这些位置就是油到出界了 但新版就因为整个盒子之后 黏上去 旧版的问题就是没有那么严重 就会比较有橙色的 看见后面的头部 就是头部 旧版的颜色就会比较黄一点 新版就会比较少 新版就是会比较米色 刚才说过这些位置 一样是可以开的 这些位置 新版也是 新版呢 开了的位置就是会有红色 入面油了颜色 旧版纯粹是这个啡色 新版也是会有一些配件 可以射到一些导弹出来的特效 新版这些颜色就会变成灰色 这一个旧版本 反而会有少少金属色 这里就是银色的 这些做到一些金属的颜色 这里的肩甲可以移上 新版也是可以移上 腰这些位置就大致都一样了 反而旧版会有少少少 detail 位置 会看到这些位置 有做一些特效 有些粒进去 有少少的粒进去的感觉 这个呢 就是完全一块干干净净 脚板底 这个旧版的 就是这样的 旧版的脚板底 旧版的脚板底 这里的 detail 位置也会有多些 新版就会变相的简单很多 除了两个洞之外 就没有那么多 detail 位置 你看到 背包 新版也是 这两只包 变成灰色 这个背包 这个位置有少少红色 旧版的背包 就会变相比较好多 你看到多了很多 detail 的位置 甚至乎 这支炮也是有做到 detail 位置的 你看到这些 有些 有些省红色 新版就会变相比较少了 这些东西 全部都是变相灰色一支 纯粹是把它简单化了 没有金属味 就会变相比较重 旧版这一支 金属味 就会变相比较少少 好 暂时就是这样了 这一支 这一支就是旧版的 Robot 1的Buster 一样是有手可以送的 可以换了 另外 这个肩膀位 也是可以换的 这个 接着是新版 新版就会有多一对手 一二三四 有四对手可以换了 另外就是有特效 有这些 所谓的 JJ冰的特效 这些激光 和散弹的特效 反而旧版 就会有一个 底座 可以送给你 可以用来 插着暴空高达 新版就没有了 Stand 我们看到这一支新版 旧版呢 它这里 就是有这两个的关节 位呢 就是可以 退前退后的了 旧版呢 就是没有这个功能的了 看到 就是这样了 好了 回来了 好了 回来了 我们就看到了 旧版呢 就拿着这两支枪呢 那枪的Size 是会比较长一点 那 对脚呢 就会比较软了 所以我就会要 做一个Stand 用来 用来 使用这两支枪 那 两支枪口 是没有特效的 那 拿起来 就 其实 型就真的挺型的 那 它和这些 重金属味 会比较好 这个 新版的 这个Robot云版 不过 新版呢 就会是这个Anime 的Version 那所以就会有 少少不同了 那接着我们回来 就看到这个新的 Anime Version 版的 暴风高达 那 你看到啦 它拿着的枪呢 也是这样的 那是终于 这个动画的原著 这样 就是这样银的银法 那 但是 奈何这种 灰色 就真的 不一样 感觉上 很佳 那 这个导弹 反而就会好些 导弹 变回有红色的 出来 那 它就没有旧版那种的问题 那 可以就这样 拿着两支炮 就可以站在那 旧版那两支炮 就可能重了少少 就要加一个Stand 给它 就才可以 站在那 那 另外 它的比例是 跟正常比例的 两支炮的长度 就没有旧版那个 是会长了少少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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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到了 现在合了一支炮 那 旧版的合了一支炮 呢 就会是这样的样子了 那 它合完之后 这支炮的长度 是会好像长 长一点的 和我们的 旧版 和我们的新版比 它是长一点的 那 拿起箱上来 都是一样 那么有型 合了一支炮之后 那 始终它是 这些的 有少少金属的颜色 我自己觉得是 是会漂亮一点的 那 那 和刚才说的一样 新版呢 就会比较轻一点 那 亦都是 但是呢 不需要一个stand 都可以站在这里 那 那 那支炮的比例上呢 合炮之后呢 就会跟回一个动画的一个version 是会比较相似一点的了 那 这里也是可以开了 那它合炮的程度是会比旧版的那支 新版是非常之简单 那旧版就会麻烦一点点 那 转的时候 也有 身体 有 而且 有 能够尽 有 的 你 有 有 好,那我們就變成這個放射性散彈炮的圖片 舊版就是可以這麼有型的 另外就是它這一塊,舊版的就是可以把它拆出來 拆了出來,令到它開炮的時候就會更加有型 拿著炮,這一隻就是舊版的 好,那我們接著去看看新版 好,新版就是簡單一點,換炮的時候沒有舊版的那麼麻煩 這一隻就是非常方便大家玩的一隻Figure 唯一都是那隻灰色,我不太喜歡 其實都沒有什麼好挑剔的 好了,始終要說明是Anime Version 所以也要配合我的動畫版 看見到就是這一隻 好啦 好,那接著就試一下新版的一些配件 這一個就是散彈炮的配件 這一個有一個灰色的,就加入它 接著就拆進去,就可以做到這一個的效果 沒錯,就做到這一個射散彈炮的效果了 就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 就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 然後就插進去 接著就換這一個位置,你就會看到 就是看到射擊光 就像Star War那樣,射擊光 這一條,只要是就這樣插進去 這個黃色的光,就不用說 就是會看到,轉到灰色的配件才可以插進去 接著,這個肩膀的部件是可以拆出來的 那是拆了出來 接著我們就可以配這個特效上去 看見就好像在射出一個導彈 接著就是配一個短東西在旁邊 一長一短 配件就玩完了 舊版和新版 暴風高達 簡單好玩來說 一定是非新版莫屬 新版亦多了很多特效配件 亦非常好 舊版有舊版的味道 舊版的機械會重很多 銀色和綠色都會深色 和新版有分別 新舊都各有所愛 我相信 那 它動新版的這個 這隻Anime Version 應該未來都不知道會否出售 現在都出售 差不多了 五部機都出售 閃電神盾暴風決鬥 接下來會出有規格版的決鬥 即是騙錢 爸爸又要問我拿家用 之前那隻決鬥 普通版也是跌價跌到很低 百二元 新版的決鬥 是會有決鬥高達 以及一些規格 非常值得玩 買了舊的那隻 可以說 早買早享受 做了傻仔也沒辦法 這隻新版 我入手就五百元入手 也是 遲買就應該會跌幾舊 我自己本身就很喜歡 暴風高達的Diaga 接下來就等出 那隻HG新版的閃電暴風高達 好啦 那今天的介紹就差不多了 我是CW 喜歡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不喜歡的看完就 Skip對話 之後有東西適合你看都不定 好啦 就這樣吧 拜拜 所以 可以免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